年轻人关心病的早期症状表现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陈忠生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 心内科主任医师 关心病目前来说 我们考虑有两种状态 一种是急性肝肠动脉综合征 这个就是突然发生的心血管的堵塞 就出现一个急性的胸痛胸闷 甚至出现休克 心源性的猝死这种情况 那就是在前期可能有问题 也可能没有问题 这种时候是一种争分夺秒 必须要立即开通血管 去进行抢救和治疗 第二种叫慢性心肌缺血综合症 这种情况也是我们关心病的患者 他往往胸闷气短好多年了 有的时候活动的时候也有不舒服 冬天重一点夏天轻一点 结合其他的情况 实际上在关心病这个里边 主要是他的血管疾病 应该是做一个血管性的检查 目前我们现在国家形势越来越好 有一些检查很普及 比如说我们又可以做一个 关张动脉CT检查 甚至如果有高龄老人年龄大一点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关张动脉噪影 这样看一下有没有关张动脉的狭窄情况 至于关心病的早期检查 还是要看他的其他 我们讲关心病的危险因素 耗发因素 大家记住 一个是高血压 高血压长期的五年十年 可能会出现一些关心病的高发因素 第二个呢 是抽烟 抽烟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公式 就是说每天抽烟的支数 乘以它抽烟的年限 比如说我每天抽20支烟 我抽了20年了 这个乘起来呢 总基数大于400的话 这个往往就是关心病的可能性 就不太好排除了 其他呢 还有一个高血糖 糖尿病 还有一个肥胖 加上一个不锻炼 以及过去我们提出来的 心情老是不太好 心情不好 老处于一个抑郁状态 这种都是关心病的高发因素